婉约派世人的言行举止并不婉约 历史上的李清照是个十足的豪放派 向往爱情却两欲渣男 为追求自由 深陷淋雨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李清照的一生 鉴于大家对李清照都太熟悉了 所以他对宋代乃至后世诗词的贡献 我们就姑且先不提了 直接就进入到人生吧 李清照家庭条件优越 他的父亲是宋神宗西宁九年的近史 文学造诣很高 母亲也是名门之后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 就算是普通人 二如漠然之下也能写几首词了 更何况是李清照这样的天才少女 他的父母对他非常疼爱 使得李清照 即使身处在礼教森严的时代背景下 也能实现高度的自由 我想李清照能够长成那样 航放不羁的性格 与他自由和乐的家庭脱不开关系 自古以来那些有才华的人 大多都有些狂傲 李清照也是如此 甚至比男子更甚 因为见过爱也感受过爱 所以李清照自然能勇敢的去追求爱 18岁时李清照 遇见了21岁的赵明成 他很快就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 同年二人正式结为夫妻 狼才女貌很是般配 李清照的婚后生活 可以用幸福来形容 因为门第相当 所以他们的生活优越富足 二人每日待在一起 赏花富士 凭见古儿字画 日子过得快活红火 赵明成喜欢收藏金石 李清照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可惜婚后第二年 李清照的父亲 就因为朝廷新旧彭党之争被革职了 李清照不得不离开京城 回元籍投奔父母 也因此过上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后来赵家也因为朝廷旁党之争没落 李清照也跟随赵氏一家 搬到了青州的私地 过起了隐居的村民生活 虽说在青州的日子比不上京城 但因为早行一时的家境 日子也算过得平淡幸福 夫妻二人依旧到处收集书画作品 吟诗作对 与之前生活没有太大差别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0年 直到靖康之变的发生 公元1127年3月 惊人大举难清 南宋政局混乱 宋高宗一心想要稳定政权 拒绝北京中原 李清照对朝廷这种苟安的态度十分不满 多次喜事讥讽 然而此时 江宁府发生冰乱 赵明成作为知府 竟霸首江宁 独自弃城逃跑 李清照对赵明成的举动非常不满 所以在流亡之时 途经乌江之叛写下了夏日绝句 你看 她从来就不是那种身规之中 不闻国家式的女子 走近李清照颠沛流离的一生 被渣男骗财骗色 为何离甘愿坐牢 她从来都不是文静的乖乖女 读李清照的诗词是会觉得 她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子 实际上 李清照本身与婉月没有一点关系 她是那个年代众多男子中 闯出的一名女将 赵明成在逃亡过程中染病去世 一时间国破家亡 李清照悲伤不已 从此之后变得更加多愁善感 直到一名叫张汝周的人 闯进了她的生活 张汝周是近时出身 虽然官职不高 但她以正人君子之态接近李清照 不断用甜言蜜语攻陷李清照 对于一个刚经历国破家亡的人来说 彼时身边出现这样一个人 不心动都有点难 所以李清照选择再婚 嫁给了张汝周 谁知当时的虚寒万暖 都是张汝周做出来的假象 她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她之所以接近李清照 根本就不是因为有多喜欢李清照 只不过是看上了她的那些古玩字画而已 二人结婚没多久 张汝周就露出了本来面目 她用各种办法要求李清照 拿出自己的财物 李清照虽然有点恋爱脑 但也不是傻子 她很快就看清了张汝周的真面目 为她当时的选择后悔不已 并拒绝交出财物 没有达到目的的张汝周恼羞成怒 如果说以前她还愿意装得和善一点 现在连装都不想装了 她开始辱骂李清照 甚至动手打人 后来还将李清照关在家里 不给她吃食 李清照为了自保选择与张汝周合理 可是那时候律法规定 妻子举报丈夫 就算是丈夫真的有罪 妻子也要判刑三年 这个代价太大了 一般人不会去做 但李清照不是一般人 最终张汝周被抓 李清照也被关进了监狱 好在李家还能找人打点 所以李清照只做了九天牢 就被放出来了 虽然这件事情最后算是李清照胜利了 可是放在当时的社会 无论李清照是否有理有据 对于女子而言都是一桩丑闻 那时虽不像现在这样 网络消息传播迅速 可像李清照这样的文学大家 依旧是万众瞩目 她也因此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这更能体现出李清照在那个时代 闯出一片名堂来 是有多么的不容易 嗜酒 耗色 耗毒 我们眼中的千古第一才女 也是当时世人眼中的反面典礼 李清照作为一名大家闺秀 但在当时来说 他的行为可以用初格来形容 李清照喜欢喝酒 这点从他的诗词中也可以看得出 我想如果李清照跟李白认识的话 两人一定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 一年365天 李清照大部分时间都是喝醉的状态 女孩子喝点酒没什么 可在那个时代 这种行为就是会被其他人嘲讽 除了嗜酒 李清照还好色 她写的词都大胆直白 比如说 怕狼猜到 奴面不如花面好 云并斜簪 涂要叫狼 比并看 这些词都非常的肉麻 即便是在今日 怕也很难有人将求爱之词 堂而皇之的说出来 何况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 她还真是一位帅真大胆的女性呢 此外 李清照还好赌 宋代有一种叫打马的奇异 就是一种通过制骰子来下棋压住的游戏 李清照就非常喜欢玩这种游戏 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小游戏 但李清照玩的时候 总会带上一点彩头 让游戏带上一点赌博的色彩 这样才能激发她的兴趣 而且她玩这种游戏总是会赢 因此就更加喜欢了 晚年时 李清照还为达马写了一本攻略 名字就叫达马图序 李清照沉迷于赌博 所以她尝试过很多赌博方式 其中还包括她与丈夫赵明成 清查完毕后一人提问某典故 出自于哪一本书 第几页第几行 只要对方答对就可以先喝茶 李清照激情好 在学士方面也胜过赵明成 所以每次翻书赌茶都是她先饮茶 这种游戏看似是赌博 实际上就是人家夫妻之间的小情趣罢了 李清照这一声 我的太真了 她从不掩饰真正的自己 也从不因为别人口中那几句指责 就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是因为她太自由 与那个时代的礼教哥哥不入 才会成为三从四德的反面典型 这就像现在家长口中的坏孩子一样 实际上李清照活得最清醒 最自由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啦